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刹车 算不算过失 能否减轻罪则交通肇事罪 本身就是过失犯罪 过失是构成稳罪的要件 而被同情 减轻的情形 若肇事司机涉嫌故意犯罪 则应当以其他故意犯罪的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 由门当刹车 超速等未定 到司机的谨慎驾驶义务 没办交通法律法规的情形 均可以导致肇事司机被依法追究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 怎么赔 赔偿的位的话 司机会被减轻处罚 罵对于该案辞职和伤者的赔偿问题 如该案不属于保险公司具配情形 保险公司将在车辆交通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 不够赔付的 由司机个人承担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除找是司机赔偿的位 并得到被害人谅解的 人民法院将会将此作为逐情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 但是 不能在刑法规定得了行最低幅度范围以外减轻处罚 也就是说交通肇事罪 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将获刑的三到七年中 不会低于三年 建议对座椅是否移动 脚垫是否卡住油门做进一步鉴定 为了更准确的还人事发情况 律师建议警方还可以对汽车座椅是否移动 影响驾驶 脚垫是否卡住油门等情况做出调查 并对肇事司机进行精神鉴定 如何避免油门当刹车 油门当刹车 哪些情况下容易出现 又该如何避免 开车途中 哪些情况容易出现油门当刹车的失误 这样的失误最容易发生在哪些司机身上 又该如何来避免 带着各种疑问 记者专访了有着近三十年假龄 丰富开车经验的律师傅 从2005年起 律师傅就在航程从事驾校教练工作 他说 油门当刹车的情况 不仅仅在三年假龄那个新手司机身上容易发生 即使是有着多年假龄的老司机 也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与师傅说 司机出现油门当刹车的失误时 往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一脚踩下去 司机以为是踩了刹车 却发现车速没有下去 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油门踩到低 什么样的开车情况下 容易出现油门当刹车的情况 与师傅分析了几种情况 一 开车过程中看手机 当车辆在行驶中遇到紧急情况 司机容易惊慌失措 判断失误 导致临危措施不当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遇到紧急情况 三 司机首先是要踩刹车减速 同时要避免乱打方向 特别是在高速时 更危险 二 开车的时候司机做其他方案 安全驾驶的事 例如捡东西 白包等 三 女司机穿高跟鞋开车 如何避免在油门当刹车的情况 作为一名驾驾教练 与师傅每天都苦口婆心的学生耳边念道 油门是加速的 刹车是减速的 一定要养成不加油 是要将脚割在刹车板上的习惯 不要将油门板当刹车板 尤其是自动挡车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同时 与师傅提醒 每一位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注 不要看手机和做其他方案安全开车的事 还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别让自己成为陆怒正司机 车货商员能有五人住院截止八月九日 顺利同的医院 绿城门医院仍有五名车货商员住院 在绿城医院住的三名伤员中 一人重伤 两人轻伤 重伤患者入院后一直住在ICU 目前心率 血压 体温等生命体征相对稳定 但因脑部受伤严重 依然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而两名轻伤患者为一男一女 分别是左手与左腿骨折 手术后目前恢复良好 预计下周差线后就能出院 在省力同德医院 已经出院了五人 还有两名男性伤员在休养康复中 来源 前将晚报之间24小时 记者肖金 段罗军 张苗 和丽娜 需要乏法律张�� Pioneer